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娱乐吹水不麻醉 大哥 感觉受不住啦 接受不住啦 我反对 咩啥?! 大哥OK我 你为什么你也不OK的 中家性结婚为什么你们接受不到呢 自私了9年的偶像 突然间爆一声 我结婚我呢 你觉得什么了不起 每个女人家结婚那中家在留言嘶 有没有结婚的吗 这些什么都可以乖 可以乖 可以乖 不是一人结婚就一定要宣布了 他们也是可以低调处理的嘛 你们在微博倒数 865天 倒数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这样 不许他了就先说不会啦 全程直播那个签子过程啦 我觉得每个人接受不到 纯粹是因为她的形象很好 然后你会觉得中概要应该会 step by step 接受不到就马上结婚 无论她结婚高调低调 粉丝就接受不到她结婚 她最有孤独到老跟你讲 因为你身上保持到啦 我觉得她接受不到是因为 人家带韩结婚 我相信她没有带韩结婚 我还是觉得她不是不是 普票的咯 我觉得她不是 因为她是Kristian的哈 可是如果不是有韩母结婚的话 她就这么不大到他们讲 呃我没有啊这样 可能她现在可能是有了 可是她已经是去年结婚 可能现在已经有一两个月 不方便宣布 你看这个就是粉丝安慰自己的一个坏 不是 没有这样单纯咯 可是她美国演出的时候 就被拍到很胖 角度问题可以吗 没有 上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 她都是胖子 没有我觉得她还是衣服的问题 她的 这种粉丝眼睛应该是瘦的 呃和钟家庆穿过绯闻的男明星啦 那你们有曾经想过她会跟谁在一起吗 冷凤吗 太花花了 钟家庆就比较专业那种 比较痴情的 冷凤太花了啦 可能是荧幕形象 我觉得她跟蓝风还蛮k的 可是很多人喜欢黄忠泽跟她啦 是 还有马俊慧跟她咧 她有工县很差咩 是咯 医生咩 这样容易找到咯 大她十岁吧 十岁 十岁 是问题咩 是哦二十几岁 是哦二十几岁 有佛桑那个你不讲 吴杰伦也是啦 初到十二年嘛 那你觉得她的事业方面算顺利吗 那个台湾有一个零一层 香港就有一个中介中介 我觉得中介样样子 结婚过后会不会推出娱乐圈 我觉得会耶 我很怕叻 蛤 我很怕 怕什么 没有换那个想法 是不是也要突出所以她就结婚了 哦 哦 哦 我觉得推出可以像那个 产生美样子她推出来一下 然后有baby大了一点 然后再复出拍戏 然后拍广告接待 我觉得这样子更好 像你看无限的花旦就一直陆续走了啦 你看无限的也结婚 然后走人这样 那你觉得现在目前有谁可以接班 就是这种新的那种港姐啦 最近那两次很成什么了啦 陈凯玲啊 陈凯玲啊 佛适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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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文 她不错了 还有几个的统戏文 应该才是OK的 我觉得她们已经回不到那时候 那种水系满啊 女子的那种面带太强大了 浮现真的没有线了 现在回不出来 浮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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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